大楼外墙满是裂痕 马路上到处都是掉落的碎瓷砖 花蓮墙镇之后建筑物受创严重 县佛召开红单受灾户的耐震补强说明会 但现场居民火气相当大 你今天叫我们来干嘛 我不是我要说你跟你听 你别怕我们 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激动 花蓮县佛秘书长饶中指出 过去0206地震募得善款27亿 这次因为网路恶意风向 导致善款不到3亿元 但受灾户不领情 当场怒呛是县佛滥用善款 居民认为就算要耐震补强 也没有具体说明怎么补 费用 供旗 成效都没有明确方向 让住户难以接受 最后甚至鼓掌要秘书长下台 接着纷纷离席 截至16号有37件件物列入黄单 43件列入红单 另外在15号晚间 花蓮还有民众听到家中鞋柜 传出奇怪的声音 没想到 好大 哇塞 好大只哦 真的是眼镜蛇 超巨大眼镜蛇竟然出没民宅 让住户全都吓坏 捕蛇专家赶紧到场处理 这种蛇不会在这种地方出没 很少 没有出现过 第一次出现 虽然这场惊险玉蛇计终于落幕 所幸没有咬伤民众 不过灾后复原期间 却意外惊见眼镜蛇 恐怕也让民众再度吓坏 记者刘吉娇 黄明君 曹文宁 花莲报道 一名舞者穿着黑色礼服大跳 开花舞却有自己的风格 单支影片就破九百万观看 穿布林亮的舞台仿妆 跳出性格的Super Lady 她居然是位十七岁高中生 被粉丝誉为跳舞妖精 旧雷幻装舞蹈也难不倒他 学二十分钟就能上场 还都是他亲自剪辑 舞风多变拥有百万粉丝 其实都是在前一天晚上联 然后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都是姐姐帮我拍 都是我自己剪辑 平常都是跳K-POP 然后舞风的话 其实每一种我都会去尝试 跳舞影片流量超高 网友赞叹该有力有力 该柔的柔 那个蹲一下我没了 这个Ending让我小心脏 跳得不要不要的 初恋言恋爱了啦 戴上帽子秒变酷帅妹 长腿跳舞超滋滑 就连复古风格也没有问题 跳舞是有去上课的 但是平常拍摄的影片 都是自学 晚上有一些是自编的舞蹈 网友狂留言 帅我一脸 节拍断点好明显 动作俐落好漂亮 每一下都震到我心里 都起鸡皮疙瘩了 来自屏東的少女舞者 吸引百万粉丝 也在网路掀起话题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昌声响大火拳往海里冲 这是金门一年一度的海上常有活动 今年将在七月二十日 列宇西珊湖海湾登场 金门县府洗手赞助商 提前举办记者会 金门很多的这个好山好水 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体会跟领略 就近也可以欣赏到这一个 对岸厦门的一些风景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另一个海上活动 惊吓永度是两岸唯一 由双方官方办理的比赛 县府规划优质的海上常泳 以金门的战地特色 及美食美酒为号召 邀大家跨海当游者 推动我们经济 或者是观众上的这一些消费 也特别规划 在地的猎语的小金门的 这一个游城 那另外呢 我们也会发消费券 游乐券给我们的游客 活动正值暑假期间 金门县府推广海上运动赛事 带动观光 让民众来到金门 不光海泳 也能吸加带券安排小旅行 记得林郑坚和米特务岛 台南农特产启航 在农业部辅导下 台南市府首次组团 前进新加坡国际食品展 优质农特产品跟广大的市场 共用在新加坡食品展 主攻是在东南亚东协国家 以及包括大洋洲的 这个纽西兰跟澳洲 推广台南农特产 市府积极在国内 举办活动促销 同时也附建优质国际供应链 这回到新加坡餐展 甚至邀请民店主厨同行 运用凤梨蔬果入菜 就是要让各国消费者 吃到台南味 接下来新加坡几大通路超市 能够让台南农特产品上架 直接在第一线 面对他们的消费者 新加坡食品展 之前有新加坡国际旅展 因此观光跟农业同时出集 新加坡食品展4月23日登场 是世界最具规模的食品展之一 台南五家业者透过新加坡 将拓销触角 延伸到亚太地区 市府在中央辅导下 推广台南的观光及农业 行销台湾 记者 纵不倒